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人问 明明是二档会员 这个对马岛之魂被枷锁了 后来我看了一下 我这个也被枷锁了 我这个怎么好的呢 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步 各位先不用担心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二档会员目录 除了这个对马岛之外 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地平线 也不能下载了 我们进入二档目录 看第一行最后一个是对马岛 只要它在二档目录里面 说明它是没问题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平线 在第三行倒数第二个也是有的 如果在你那儿的二档会员目录里面 有这两款游戏 即便是枷锁了也没关系 那可能是网络问题 另外各位再看一下 你们的PS商城首页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我在直播的时候 也和很多同学去了解情况 凡是出现问题的 都是这个界面 还是老的黑蜘蛛的界面 现在这个叫双倍折扣优惠 是新的界面 那我的这个是怎么好的呢 比如对马岛 在这儿我这儿出现的是下载 直接重新点击一下下载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获取一遍 另外这个地平线我没有下载 我之前也买过这个地平线 我估计也是一样的情况 只要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你那儿PS商店首页还是黑蜘蛛 我估计刚才那两个游戏 也不会出现下载界面 可能是需要购买 那这个怎么办呢 目前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让他们尝试过重启路由 或者修改DNS 或者连手机热点也都没有成功 那就只能等待索尼更新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